她曾经被称为TVB最丑钢姐 找她拍戏的都是一些搞笑形象 但是她并不介意自己在剧中的形象 甚至为了给观众带来欢乐 还曾为了一部电视剧的角色增费40斤 从偶然出道到一炮而哄 这位女性就是胡信儿 在近期 《演员请就被2》的节目里 胡信儿演一电影《亲爱的》中的一个经典桥段 胡信儿把这个角色刻画得入目三分 演技炸裂让导师赵薇看得眼睛里泛起了泪花 整个片段结束后 李成如还有导师们都给出了不错的评价 郑海哥则送上了一波怒赞 层次分明 我刚才也特别同意这个李成如老师所说的话 不破不立啊 没有毁灭哪有重生啊 你对自己够狠 成功的表演 好演员 谢谢你 胡信儿不像大多数香港明星那般美颜动人 进娱乐圈也是个意外 胡信儿出生于1979年 小时候父母就离婚了 后来 父亲把12岁的胡信儿送到了北爱尔兰上学 在胡信儿成长最需要关爱的十年里 都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 而且父亲也不在她的身边 后来胡信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自己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 不过 童年的经历也让胡信儿过早地成熟起来 这让她养成了格外坚强乐观的性格 大一那年 胡信儿回港就读香港科技大学 19岁的她陪同学一起参加港节比赛 结果自己意外地闯入决赛 最终获得了季军 即使是季军 却被媒体毒舌说成最丑港节 加持普通 资源有限的她在寻方征验的TVB 只能在剧组跑龙套磨练自己 直到2002年 胡信儿在《流经岁月》中 饰演一个弱智女孩丁善音 因出色的表演拿下了TVB的《飞跃进步女艺人》奖 这时距离她正式出道已经过去了三年 2005年 胡信儿成了TVB老母 一口气接了五部戏 凭借着在《我的野蛮奶奶》中 对刁蛮新娘田丽依这一角色的出色诠释 获得了电视剧大奖 《我的至暗女主角》红极一时 胡信儿终于迎来了事业的巅峰时期 在拍摄电视剧《肥田喜事》时 胡信儿一个半月爆肥四十斤 胡信儿经验精神令人佩服 拍戏结束后 为了不影响其他角色又看起疯狂减肥 每天只吃一个鸡蛋和少许水果 那几年也是胡信儿 哪想拿到手软的时代 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我最喜爱的电视女角色奖》 《非凡风采女艺员奖》 成为TVB首位同时获得三项奖项的女演员 之后胡信儿转战内地 参演了多部优秀作品 2011年 胡信儿受邀出演律师题材电视剧《怒火街头》 童年进演TVB宫斗剧又一例作 《万皇之王》中同家圆婉一举 胡信儿饰演一个从天真聪明的女孩 到慢慢变成一个怨恨狡猾的女人 胡信儿也演绎出了一个 有血有肉讨人喜欢的反派 他也凭借万皇之王同时拿下最佳女主角 与《我最喜爱的女角色》两个奖项 成为双料侍候 但独立自主的女孩也难免会陷入爱情 胡信儿和黄东走大段持续八年风波不断 最终却以分手收尾的恋爱 也让大家唏嘘不已 胡信儿在拍摄《我的野蛮奶奶》时 和黄东泽因细生情 只是一人谈恋爱对视野影响很大 黄东泽的粉丝也非常拒绝两人谈恋爱 于是胡信儿黄东泽转到地下脸 黄东泽也表示 等我拿到师弟我就娶她 可期间黄东泽的绯闻不断 胡信儿和TVB的合约到期 准备内地拍戏聚少离多 矛盾不断便和黄东泽分手了 2015年 感情空窗期长达三年的胡信儿 新恋情曝光 同年与男友李承德举办婚宴 结婚后 胡信儿重心放在了内地 在那年花开月正园中 胡信儿饰演的胡永梅 也劝了一大部分 但是大家不知道 在拍摄时 胡信儿已经怀孕了 怀孕的胡信儿也没有耽误拍摄进度 戏拍完 胡信儿的儿子也孤孤坠地 2019年 胡信儿宣布二胎喜讯 从分离出征 到为自己开疆拓土 到在爱情里果断洒脱 不复自我 胡信儿活成了 《万千女行星》中 最理想的模样 也期待胡信儿 再为我们带来 更多优秀的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